二战期间,一支美国作战部队借到上级命令前往法国丛林中执行突袭任务 没想到中途却遭遇德军的攻击,一时间伤亡惨重 队长鲁克紧急下令寻找掩体躲避 由于德军手里有重机枪,一时间打得他们根本不敢露头 美军也很难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 没过多久,德军又开始发动炮弹袭击 一枚枚炮弹掉落在队员身边 转眼间,美军这边伤亡殆尽 只剩下鲁克跟一名士兵大卫 见此情景,鲁克当即决定绕过去端掉敌方机枪阵地 就这样,两人一路小心翼翼地运回到德军后方 发现共有六名敌人 鲁克让大卫留在原地负责掩护 而他则趁机枪手换弹的空档冲上去快速点射赶掉前面的两人 然后躲在战坑里 接着瞅准时机迅速起身,一顿扫射结束战斗 突然一名德军士兵出现在鲁克身后 好在大卫即使开枪就下了他 没想到两人刚庆幸自己活了下来 大卫就被躲在丛林中的一名敌军开枪击中,当场身亡 鲁克迅速开枪将对方击毙 最终在这场战斗中只有他一人侥幸活了下来 事后鲁克才知道他们误入了德军的重火力阵地 很明显上级下达的这个命令出现了错误 回到盟军基地后,鲁克因为此事被降级调到了后勤部队 这天上级突然找到鲁克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任务 带领一支命为战猪的小队 深入德军阵地的后方侦查一处秘密武器 同时还给鲁克安排了一个新搭档 法国陆军上尉龙格尔 虽然鲁克不想再上战场 但军命难为,他只能答应下来 随后两人见到了队员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群刺头兵,非常不好管理 对待鲁克更是过分,说话都带着火药味 为此差点起了冲突 幸亏龙格尔在一旁挡住 要不然鲁克非要让这帮小子知道马王也长几只眼 其实战猪的队员们并不是敌视鲁克 而是帕根左上级白白丢掉了性命 毕竟鲁克在上次的任务中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这件事早就传遍了整个营地 所有人都认为是鲁克的指挥存在问题 导致整个小队团灭 为了整治队伍风气 隔天鲁克和龙格尔便开始对队员们进行魔鬼训练 除了训练体能外 还教他们无限感通讯、排雷、枪械构造等等一系列技能 慢慢的队员们在见识到两人的实力后 也放心不少开始服从管理 听从鲁克的安排 这一天晚上龙格尔询问鲁克 如果上次任务让你重选一次 你还会执行那个命令吗 鲁克毫不犹豫地说道 坚决不会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训练后 队员们都已经脱胎换骨 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弱鸡 而鲁克跟龙格尔也成功赢得 使兵们的尊重和信任 没过多久 鲁克和龙格尔被上级叫到了 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的盟军总部 在这里得知了任务的具体内容 原来希特勒在阿尔萨斯洛林丛林的某处 建造了一个超大号的巨型火炮 据情报部门说 光炮桃就有300英尺 有效射程能达到100英里 属于超级武器 而鲁克等人的任务 就是深入德军腹地找到这架大炮 然后把位置信息传送回来 剩下的就可以交给战斗机处理了 接到任务 鲁克返回营地 简单休整后 就开车带着队员们出发了 他们刚到达德军占领区 就碰见敌军战机在天空巡逻 避免被对方侦察到 鲁克直接下令 就地把车藏起来 改成步行前进 接着鲁克拿出地图查看 通过对地形的分析 他怀疑德军的大炮 很可能就安放在东北方向的悬崖边上 因为那里的地形比较宽阔 于是鲁克决定先带两名士兵前往侦察 而隆格尔则留在原地景气 提防着巡逻的德军 避免被发现遭到袭击 就这样鲁克的人朝着丛林深处走去 果然在悬崖边找到了大炮位置 看着前面的大炮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的大小最起码得有600英尺 鲁克从炮口摆放的位置来看 他瞄准的方向很可能是巴黎或者伦敦 看到侦察任务已经完成 鲁克让队员记下坐标后 起身准备撤离 这时队员珍姆斯询问鲁克 现在大炮就在眼前 难道什么都不做就返回吗 鲁克并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接到的任务 只是侦察 没想到鲁克等人在撤退途中 遇见一队正在巡逻的德军 詹姆斯因为害怕 居然拿着枪就想跑 虽然鲁克及时拦下 但响声还是惊动了德军 接着就朝这边扔了一颗手榴弹 鲁克被当场炸飞出去 等他醒来后发现 其余两名士兵已经被德军抓回了驻地 而自己则因为被炸到另一边 侥幸逃过一劫 考虑了一下 鲁克决定回去找龙格尔商量营救的方案 而此时的龙格尔正忙着埋地雷 这时远处负责警戒的队友 急忙跑来报告 发现一支德军装甲部队正朝这边驶来 龙格尔听后赶紧安排队员躲起来 没想到德军装甲车 居然停在龙格尔他们前方进行检修 之后一名德国军官下车方便时 无意间看到了藏在丛林中的美军汽车 意识到不对劲 转头就往回炮 龙格尔建装立即开了火 队员们也纷纷站出来攻击朝对方扔手雷 打了个德军措手不及 紧接着龙格尔冲上去解决掉装甲车里的敌人 在队员们的墨西配合下 很快就清除了所有德军 没过多久 鲁克也赶了回来 将队员被抓的事情告诉了龙格尔 事到如今 两人决定违抗军令 前去营救詹姆斯等人 这次出来的人一个都不能少 必须安全地带回去 其他队员见状也都同意加入进来 为了能顺利救出两人 龙格尔他们换上德军士兵的衣服 然后驾驶装甲车 混进德军营地 鲁克先让大家原地待命 他则出去寻找被抓队员的下落 中途来到一个房间里 意外发现了德国大炮的建造图 想了一下 鲁克干脆把建造图装进了口袋里 谁知刚准备离开 设计师却从楼上走了下来 鲁克赶紧拿上桌上的雕像 把他打晕过去 与此同时 詹姆斯他们正遭受一名德国军官的毒打 逼问来到这来的目的 两人也都很硬气 宁死不着 见问不出有用的线索 德国军官直接安排手下处理掉两人 就在詹姆斯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 鲁克手持匕首突然杀出 捂住一人的嘴快速抹了脖子 其他两名德军士兵健壮冲了上来 鲁克凭借过硬的伸手 三下五除二轻松结束战斗 接着鲁克给詹姆斯他们松绑后 然后带着两人逃走 并且顺利跟龙格尔会合 就在鲁克准备进入装甲车离开时 之前被打晕的设计师居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看见他扭头就跑 鲁克健壮先让队员看上装甲车离开营地 他独自追了上去 可惜经过一番追逐 还是让对方跑进了智慧所里 时已至此 鲁克也不再犹豫 直接掏枪开始射击 这一下算是彻底暴露了身份 而龙格尔这边也没能逃出去 队员们为了掩护鲁克撤退 直接跟德军交上了货 整个营地顿时枪林弹雨 火光冲天 龙格尔在装甲车里操纵大炮 对德军的住所进行轰杀 阻止里面的士兵出来支援 很快 鲁克就跑了过来迅速爬上装甲车 驾驶员则启动装甲车准备撤离 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 鲁克索性让龙格尔开炮 将营地后方的德国大炮炸毁 一炮过后 德军刚建成的超级武器轰然坍塌 接着 众人驾驶装甲车逃出了德军营地 安全返回后 鲁克被上级召见 夸他干得漂亮 虽然说鲁克违抗了军令 但是却把德军的大炮给毁了 上级对战猪小队的表现很是满意 接着 上级仍给鲁克一个上位徽章 恭喜他 官赴原职 影片最后 由于战猪小队在此次任务中表现出色 所以每个人都获得升职 很开心 只有鲁克一人独自来到上次行动中 死去战友的目的 向他们敬了一个军礼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篇片名《战猪》 是一部上映于2015年的战争动作电影 剧情简单 特效更是没法提 只有战斗场景还算激烈 算是本篇的唯一亮点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